大家好 今天是1月5号星期四 我们跟进一下盘前的情况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我们先看一个关于特斯拉的消息面 供应商修改协议 特斯拉面临 锂价的上涨 据报道特斯拉将为其电池 所需的锂金属支付 更高费用 因为在金属价格大幅上涨的背景下 一家供应商修改了 供应协议 这个叫P的 公司在一份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公司将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将向特斯拉供应的锂金矿数量 提升至12.5万吨 直到2025年 该声明显示 与之前所采用的固定价格协议不同 未来锂的价格将基于市场价格浮动 那么一个分析师说 那这家公司和特斯拉之间的供应协议出现了重大改变 通常情况下 这家电动器车巨头会为电池材料设定固定的价格 那这个分析师说 随着更多的合同向可变价格过渡 特斯拉的里程本将不可避免的走高 他说 与特斯拉签订的新供应协议应该能为这家公司带来极具吸引力的利润 他估计按照目前氢氧化里的现货价格计算 新交易可以使P的年化现金流增加5.5亿美元 作为采矿业最大的买家 特斯拉一直以来都拥有支配协议条款的巨大话语权 该公司通常会以固定价格锁定长期供应 但是随着包括里在内的关键电池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以及传统车企为保障供应所做的努力 这一局面正在慢慢改变 在过去几年中 由于难以满足需求 锂的价格已经飙升了1200% 这对电动汽车制造商造成了伤害 他们不得不提高电动汽车的价格 那么一个数据显示 2022年锂电池包的平均价格上涨了7% 这家公司与特斯拉在两年多以前达成协议 当时里的价格处于历史低位 原因是大流行影响了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需求 而供应却很充足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新的定价模式 那么新的定价模式意味着谈判的一个优势 转向了这个产业链上游 产业链上游 那么产业链中间 制造商直接面向生产和这个销售 这个环节的中间商吧 或者说这个制造商吧 他们将面临两头夹击 一个是消费者需求的降温 另外一个就是上游成本的提升 所以呢 这是一种经济变差的一种表现 特别是汽车或者是新能源汽车领域 还算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撑的 对吧 支柱产业 但是也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近几天看到的 包括中国这个新能源汽车 比如说李 这个叫什么理想汽车 还有这个特斯拉 他们的成长性还是OK的 只不过利润 这个表现可能会差一些 就比之前预期的要差一点点 好 另外关于苹果的 说科技的逆风尚未结束 widebus下调苹果目标价至175美元 尽管仍然预计苹果公司 可以经受住供需失衡 以及宏观经济方面的压力 但美国投行周三 仍将该公司的目标价 从200下调至175美元 尽管如此 他的知名分析师D 仍在最新报告中强调称 苹果仍然是我们最喜欢的科技公司 我们维持其跑赢大盘的评级 他表示 未来几个季度亚洲供应链的情况 明显好坏参半 苹果似乎正在削减 围绕Mac、iPad和AirPods的部分订单 以反映消费环境的疲软 尽管如此 iPhone 14 Pro的核心需求 似乎比人们担心的更稳定 并且仍在设法走出11月12月的供应链深渊 虽然3月和6月可能会看到一些削减iPhone订单 iPhone 14 Plus自然是最主要的砍单对象 但我认为 我们认为整体的需求环境比外界预期的更有弹性 他补充到 与此同时 苹果仍然有超过两亿部iPhone的 大约四年时间里没有升级 存在大量潜在需求 此外 iPhone 15预计在今年秋季发布 同时发布的还可能会有一款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的耳机 名为Apple Glasses 这是耳机还是眼镜啊 Apple Glasses啊 他指出最新对苹果175美元的目标价 反映了在当前不确定的环境中更为基础的估值 因为有一些需求方面的阻力开始悄悄影响 苹果公司的增长故事啊 不过该行也仍然认为200美元的估值是正确的 因为这反映了苹果的核心服务业务 他总结到尽管在加息环境中 科技股仍然是华尔街的头号敌人 但苹果确实在过去一年中 比其他被打压的科技行业的表现要好得多 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供应链 可以比其他科技同行更好的承受宏观压力 那实际上这话呢 说的就是怎么说呢 说他就有弹性 那就是还是不上原来了 原来是坚挺 对吧 原来是很强 对吧 而且呢 他有一些削减订单的一些行为吧 还要砍一些单子 砍一些订单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还是经济疲软的一种表现啊 那汽车行业 还有我们这个手机行业 那我今天还刷小视频 短视频啊 看到说为什么啊 消费者比如中国啊 为什么他们都不换手机了 不买了 是因为疫情吗 还是因为没钱啊 当然是没钱了 或者是啊 这产品本身 我们啊 在几个月前说过啊 那么现在的iPhone手机和这个安卓的像系统的各种类型手机有什么太大差别呢 无非无非就是一种品牌溢价了啊 品牌价值 也就是虚荣心了 那实际上 不卡 根本就不卡 对的哈 不卡 对 就即便是安卓的啊 就特别便宜的那种 也不怎么卡 毕竟这个领域啊 手机领域进化的也是非常的快哈 就是刷小视频 像打个游戏什么的 根本就不卡 好吧 当然也不要太便宜那种啊 就肯定比苹果要便宜很多啊 都可以啊 所以呢 呃 这个消费者能不花的都不花了哈 这是一种经济变差的一种表现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前大盘的表现 标普歪指数期货微跌0.23% 又是一个窄幅震荡 那即便是呢 呃 明天是大分钟 即便是他在往上走一波呢 也将面临啊 上方大型阻力区的一个压制 那么一部分短线超短线的交易者 或者是日内交易者呢 他觉得这几天的交易难度比较大 因为找不到一个明显的运动啊 趋势吧 主要是找不到一个明显的波段趋势 这样的话 做震荡的话 虽然啊 一直在这个中间成本价附近震荡啊 但是总觉得拿起来这个心呢 不放心是吧 啊 那么加加之这个明天啊 盘前大非农数据要发布啊 那么新的一次的大非农数据要发布 也将会引导市场在短期内的剧烈波动 那不管是往上波动还是往下波动 那我估计呢 啊 向上波动的概率也有啊 那波动完之后是对我们的大型下跌趋势线有向上突破呢 还是啊 再次被砸回来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啊 所以呢 这两天的日内超短期的交易者呢 可以先观察一下啊 我们等下周或者说到明天 美股啊 这个盘啊 就是下午盘的时候再去找 好的机会会更好一些哈 对吧 那目前日线图给我的感受呢 啊 有一种在等待数据的一种感觉啊 当然呢 还有很多事啊 在年初 我估计华尔街 他们也应该有这个 有一些association啊 或者有一些组织 对吧 他们会商量 到底是大家一起做空还是做多呢 大家觉得有没有这种啊 可能性啊 这就所谓的卡泰尔价格联盟啊 也就是说啊 他们啊 去协商未来的一个作单方向啊 那么在作单的方向内 有可以做空 也可以做多是吧 因为大家的交易时间框架不一样 但是整体的大事 我估计呢 呃 背后啊 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协商啊 大家觉得呢 那这个图来说 我是觉得短期内有向上的一个可能性哈 就明天吧 今天或明天有向上的可能性 把这个问题呢 到底恢复到牛市 还是继续走空头啊 放到下周去解决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符合啊 消息面和这个K线图的一个节奏的 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啊 啊 由于大数 大非诺数据 你不管是好还是坏啊 这个数据 他都不敢不能改变加息的一个预期啊 都不能改变加息的一个预期 而且外在的经济环境 以及地缘政治等等 都没有明显向好的征兆 恰恰想反都向不好的方向在发展 所以呢 这不是一个对牛市利好的一个环境哈 因为美股呢 他会超前的反应市场是吧 对不对啊 那么很显然美股现在还是雄市范围内了 没有能反映说经济向好的一种征兆啊 除非除非什么 除非在技术面明确的给出大型下跌势的右侧点位 那那时候呢 我们就放心了 那么现在在左侧的话 多少还是不放心的 好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呢 还是在这里震荡 注意这个下跌趋势线不一定有效哈 不一定有效 因为他当前的短期运动状态是震荡 是震荡 是震荡 好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他有可能往上再拉一波啊 测试 回补这些重要的一些缺口啊 最后啊 再暴跌 或者是突破上去 总之呢 这周我感觉做不出来决策 除非啊 他既然来直接往下砸哈 那这些决策就清楚了 他也不懂什么数据了 直接砸下来了啊 或者说数据率 他直接往下砸 如果数据率直接往上拉的话 那市场还得再判断一下 到底是突破上去 还是不突破上去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不要急啊 不要急 稍安勿躁 看一看啊 这个不要 咱们小资金呢 咱们小散户 就不要和大的市场趋势 都不要去引导大的市场趋势了哈 因为大资金也在这里磨叽了嘛 我们看一下 纳指期货盘前微跌0.28% 他的夺头其实并不是很强 是吧 稍稍往上弹了一下就砸了回来 那昨天干脆就是十字星线 那么今天压护时段又是微跌 那不管是涨二跌吧 总之呢 一天也不可能走过这么大的阳线吧 是吧 所以对于 当然也不是说不可能 你看这还是有一根啊 这个还一切还真难以说哈 所以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好吧 不要下定论 那我我内心是 其实我内心还是有导向啊 导向什么空头 但是呢 我会随时调整啊 因为这个东西说不准 大家看这个横盘就知道说不准啊 但你内心可以有一个导向啊 但是我们还是啊 以最终的选择方向去调整思路就可以了 道指呢 也是在高位横盘啊 也在这个啊 这个位置横盘 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罗素 看一眼 也是啊 横盘的震荡 为什么会走这样的行情 刚才说过了啊 一个可能是消息面上 基本面上还要再看 等等那个大飞龙 第二个呢 就是技术面上 呃 华尔街 包括美层 美国的一些政府 或者是背后的一些啊 深层力量啊 他们还没有想好到底怎么搞 对吧 他们也在评估整体的经济形势 还有呃 失业 包括失业情况啊 失业率 还有这个外在的经济 政治经济 政治环境是吧 啊 到底应该怎么去搞 对吧 好 咱们就不去参与啊 我们直接就等k线的选择 往下跌 或者是往上谈 好 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吧 其他的标的反倒波动的比较符合技术位啊 黄金 今天压务时段下跌0.31% 我们看到 昨天呢 是给出空单 那么今天继续回路啊 给出了一个空 看一下四小时图 对不对 昨天盘后我们复盘说继续空啊 继续空 那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等待新的一轮的反弹啊 再去空啊 是吧 应该最好的点位是在昨天盘后啊 我们说了哈 要空 那么现在呢 正在空哈 呃 怎么说呢 大家可以切换到更小的时间框架 我们看一下30分钟图 嗯 正在空啊 正在往下空 这是一个震荡下行啊 呃 多头呢 可以或者叫空头吧 可以画一个下跌视线 等他反弹测试啊 在这里出现阴线再去空哈 现在去追多 追空的话 其实你的止损就要调得紧了啊 所以啊 每天的盘前排后啊 对于不同标的的一个坐单点位不同啊 那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支撑区 跌破啊 应该 空啊 也是ok的啊 好 这个是 黄金给我的一个个感受啊 好 我们看一下 原油 那原油呢 昨天排后我们说不要去追空了啊 包括昨天美股时段也说不要去追空 那今天亚欧时段是上涨 也就反弹1%左右 当前的价格是73块5毛8 我们看一根非常小的阳线啊 反弹K线 四小视图 感受一下 嗯 说这个直勾勾跌这么深 后续还能去追空吗 你问的很好啊 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么直勾勾的 你又有点不敢追了 对吧 没错 啊 如果追的话会怎么样 就是日内超 偏短线了 日内交易了 去做空的话呢 只准就放在小平台区域就可以了 对吧 这块停顿 对吧 还有可能再跌一个腿啊 再跌一下 那有没有可能反转上去 有 那多头应该怎么办 等待下跌区线的右侧啊 再去做 行吧 现在是右侧吗 还不是啊 还不是 因为这个空头太强 你不能说第一时间你就去超低反弹啊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原油的一个思路啊 应该继续等几乎 摸下小空啊 小空 不能再追的过深了啊 随时就可能反转上去 所以止损呢 要一定要小一点 好 这个是原油 嗯 原油啊 太过迅速啊 很多人必须得带好小止损 否则啊 这个容易被套哈 这个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些标的 我们先看一下LABD LABD LABD这个图呢 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恢复到多头趋势波段的 对吧 但很显然他经历了对下跌区线的突破回踩之后 一直没有踩创新低 但是呢 也没走多头波段 这意味着什么呢 大家想想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们没走牛市啊 这是第一个反应 对吧 他们没走牛市啊 即便是有这种向上的一个突破 波段化处理之后 他回落 止跌 但他也没走牛市啊 这就是震荡 对吧 他也没跌破低点 那就看下来他对低点和这个平台区域的一个测试情况 对吧 这跌下去还是谈起来 那如果按照均线组的交易者 大家看到都是死差 是吧 那这么长时间死差 他没跌下去 不过呢 我们有一条在熊市中的经验啊 或者现在至少不是牛市的一种经验 就是说 即便是出现这种右侧回踩 也有可能底下有底啊 比左侧底下要更低 不断创新低的过程 对吧 所以均线组的交易者呢 在一定的概率上也是有效的 但他不是百分之百有效 切记啊 好 这个这个图啊 这个图更好的点位 我已经画好在这了啊 在这止跌 才能做多 突破回踩止跌 表明多头愿意去创新高啊 才能去做啊 否则现在这个不好做 对吧 有仓位的就要注意了啊 带好止损了 要随时准备跑掉 好 我们呃 生物技术 它的特殊性在于 对于呃 生物科技类企业的一个预期 也就是说对于疫苗企业的一个预期 到底当前这种啊 对疫情的处理方式 有没有对人有负面影响 或者说有没有对疫苗企业 贡献证的现金流 更贡献更多的一个现金 或者收入 是这样一个啊 但这种企业好 对人类就是不好 也不能说不好 就是说他能他能帮忙治 对吧 但最好不需要 咱们所有人最好都是健康的 不需要各种东西 会更好 但从我们投资者的角度 或交易者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啊 是以K钱图为准 但从我们不想生病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不希望他太好啊 对吧 我们希望他 希望他利空啊 好 我们看一下微软 微软呢 今天有一个消息面啊 是要收购一个 或者是投资一家 自动化驾驶汽车企业啊 那这个图呢 也并不 这个小事啊 对这个图来说 目前昨天还是个跳空低开 往下砸是吧 收跌4% 所以我们的龙头股们啊 也都是分化的 有反弹的 也有往下走的 昨天 是吧 昨天 昨天反弹的也比较多啊 大家看市场 其实并不是整齐划一的牛市啊 而是各有千区化 有的继续震荡下跌 直勾勾的下跌也有 有的是震荡横盘啊 有的像刚才那LBD 有的是像这种啊 反弹一下继续往下落啊 那很显然 他对于上方的大型下跌趋势线 还是比较尊重的啊 并没有去向上突破 那有的图就在突破 比如说部分中概股是吧 啊 那么很多人都关心到中国的股市啊 让我分析 我不啊 不想分析啊 分析完了就会招来一帮人啊 好 一般反反这反那的 咱们不管那个啊 就说呢 你就记住在熊市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美国的资本市场更好 就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好吗 嗯 好 对于为了来说呢 这个不是那什么 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啊 所以资本优先流向于资本流向哪 哪里牛市就会更为坚挺啊 好 对这个有人说啊都流向中国了 我觉得也未必哈 也未必 对于为了来说 目前是处在震荡下行的波段中 应该画好下跌趋势线啊 好 我们看一下FNGD FNGD呢 昨天是和大盘一样一起反反复复震荡 那昨天FNGD是一根十字星线啊 说见顶了吗 也不知道 这两天对于大盘类的这种啊 标的呢 或科技类的标的啊 大家都观望一下 也不要说一定会暴跌或一定会暴涨 行吗 我们都看一下 如果你内心有所担忧的话 你在内心一定画一个你的减仓位是哪里就可以了 这非常简单 这种模式啊 比如说跌破57 跌破这个55 56 你就第一波减减仓 哎 缓解下去压力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华尔街还没有选出方向来 我小组虽然内心有一个偏向 但我也说了不算啊 是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底线思维 你尽量怕的时候稍微减一点点仓位啊 注意在熊市中 卖总比做空总比做做多要强一点吧 在熊市中啊 特别是个股啊 那么多个股都是直勾勾下跌 你说做空好做多好 只有个别龙头股在高位震荡的 是吧 还有呃 部分消费通胀类的在高位震荡啊 像特斯拉都直勾勾下行了 你觉得是做空好还是做多好一点 好 SQQ也是在窄幅波动啊 我们就不是过过多的去猜他 但从技术交易者的一个从我的视线来看 视角来看 这是一个多头波段比较强 这是一个回撤的感觉 是吧 因为空头不是很强吗 对这个图的小空头不是很强啊 所以呢 应该假设可能上行的概率会略高一点点 好 我们看一下能源指数 能源指数也是反反复复啊 我们说这个标的已经不适合做波段了 大家可以逢高检检操啊 不要去做 做空可以吗 也不行啊 因为保不准那个原油又蹦起来啊 这个说不准这个东西 或者说什么天然气之类的 也都是剧烈的震荡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短期能源非常的复杂 好 我们看一下苹果 苹果有开始掺空他说 175 那么现在124最低了啊 那昨天呢 就是一个下跌的一个指低 是吧 前天是一根大阴线 昨天是一根内包棒是吧 被包含在了组这个黑线里 他有可能是下跌的一个中继 也有可能是一个反转的形态 那么是什么呢 需要下一根黑线来确认 按照技术交易者 趋势思维应该优先当做下跌中继来看 但是有没有可能反转上去 也有可能啊 优先并不代表是概率上是100% 这话都让你说了 不是啊 你得思考 每一次都没有确定性 你得有一个倾向 如果是出现继续下跌 这基本符合我们的整体概率思维 如果是一个反转的话 也不要气馁 等待下跌去向右侧回踩的时候 空头才彻底离场 对吧 因为空头离场地位 离场机会可能是双重底 右侧底就离场了 多头的真正前仓位还是在右侧 是吧 但没有给出右侧底之前 我们应该假设概率偏高的那一方向 也就是下跌的概率 好吧 他毕竟创立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的地点 那么继续创新低的概率肯定是在提升啊 因为他刚低过一个典型的地点吧 好 我们看一下BRK BRK还算是比较坚挺啊 但是应该还是在高位的一个震荡横盘 按照均线组的交易者 他会觉得接下来还要涨啊 也就是说继续测试高点 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边上看 我们说过两个点位 第一个呢 是对典型下跌趋势线突破回踩 他踩了没没踩 是吧 不管你怎么画 他都没有踩过啊 没有踩过再止跌 不能做多 第二个点位是对左侧最高位啊 俊齐这个高点最高位突破回踩 再踩一下再止跌 才能做下一波的多头 这是两种做法 至于在下跌过程中出现这种 你是不得而知的哈 对啊 不得而知 有人啊 按照均线组 他就得知了 在熊市中老是用均线组 我觉得效果差 得不尝试哈 有时候 好吧 这个图我们要观察 对高点破位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看一下 李矿 李矿是不是要涨价了吗 但李矿目前是高位震荡啊 甚至要往下走的概率都在有 那近期呢 在把这个低点跌破哈 所以下行的概率在提升啊 这个图我们早就说过 要高位离场了哈 至于是震荡行间 做还是不做 倾向于不做 好 我们看一下AMC 说AMC 是不是要停止了 没看到啊 我们的优先 假设是 他是下跌中的反弹啊 而不是反转 反转应该等待 继续等待右侧啊 好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昨天有过反弹 那么今天能不能继继续反弹 到下跌确认的右侧 这种概率肯定是有啊 因为一直直勾勾的下跌 谁去 谁去做这个 谁去做空呢 空头也需要一个抬高 然后再去做空 是吧 所以近期呢 应该还是在震荡啊 对特斯拉来说 我们看一下DKNG DKNG呢 有点反弹的一个迹象 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当然也可以不做啊 可以不做 因为我们的更好的点位 是在这根右侧下跌 确认的右侧 对吧 那这是一个局部的反弹的概率 会有一些 但是整体下跌确认的右侧 还没有给出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了 我们排后呢 再跟进啊 拜拜